大美饶河,乌苏里江,我的家,我又来了,看美不美啊,现在我们这边都已经下上大雪了,但是江啊,还是没冻上,还是没到最冷的时候,好清澈的江水啊,哇,看这个沙子细不细,好凉啊,好凉爽的感觉, 啊,像这条江呢,就是我们这边的乌苏里江,江的对岸呢,就是俄罗斯啊,我们离俄罗斯只是一江之隔,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雪,今天来我们县城了,顺便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风景,看看我们的乌苏里江啊,在我们东北这边呢,这时候还不是说最冷的时候,你看江里的河水啊,都没有上洞,年呢,开春的时候呢,我们吃江鱼啊,都是这条乌苏里江的江鱼, 所以有朋友,有机会来我们饶河县的话,一定要尝尝我们的开江鱼啊,最好是来年开春的时候,是最好最好的时候,乌苏里江呢,是我们中国一条主要的支流啊, 呃,中国与俄罗斯中间的一条介河,夏天的时候啊,江上都会有好多好多的人,上这来溜达,来看风景,特别的好,前面这一条街道呢,就是我们县城的主街道啊,乌苏里江,欢迎您,呵呵,这个呢,就是刚才,呃,乌苏里江的下游啊, 这个夏天呢,我们都会上这边来洗澡,呃,来钓鱼,因为这个这边的地势可能比较矮的关系,你看,这还有好多的渔船呢, 在江那边呢,还有,现在还有打鱼的时候,还有打鱼的呢,在我们东北这边现在还不算最冷的时候,所以江里都没风冻,这个船呢,就是我们装门打鱼用的,鱼民用的, 好几个呢,你看,一,二,三,四,而且江中心还有一个,也正在捞鱼呢,在这呢,还有好多的渔网,这个渔网特别的大,也特别的长,你看,呃,师傅们正在准备,收拾这一下渔网,准备一会儿要上江中间下网,去捞江鱼, 我来的早不如来的巧,一大早上赶的正是时候,大槽楼的真的好大,一看就是捞江鱼的,我现在呢,站在这个船上了,也感受一下,但是不会滑哦,看,这还有两个大桨呢,这是停在岸边的,现在就等那个船哦,等那个船过来,咱看看到底捞了多少鱼上来哦,这个船也出发了,准备去下网, 连下网带起鱼,都来看看一会儿能起多少鱼,都在这等着呢,刚打上来的鱼,现在往岸上抬的,人家不让我录啊,我这偷着抬的,你就看这一大网得多少鱼啊,俩人抬着都费劲,所以人家直接就拉回家了,我行事给大家看一看都有啥鱼,结果没拍着,太可惜了,我们这个江呢,叫乌苏里江啊,三花五萝,十八子, 这些都是江鱼啊,都有,而且这些江鱼特别的好吃,每年到开春四月份跑冰牌的时候呢,也特别的壮观啊,早晨呢,我一直等到现在都快中午了啊,就为了想看看今天能打捞上什么江鱼,给大家看一下,结果白等了,白挨洞了,人家不让我看,直接就拉回家了,好了朋友们,这期视频就到这了,喜欢我视频的,给我留个关注吧, 欢迎你们有机会到饶河来玩,来看看我们来年开春的江鱼和跑冰牌啊,拜拜了,冻死了